台灣圈大學大學生什麼 我放超開 哭言語大聲來了 你說這個世界是不是公平呢 你看 你臉皮厚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其實Ken哥在演戲的時候 也放超開 放開 對不對 但是用在男生的身上 大家覺得滿合理 好像OK 但女生如果放超開的話 你知道 然後看是哪一方面 對 喂 帝王熙有沒有做菜 你們都想好演 沒有啦 比如說如果是表演 像Hold住姐 就立刻爆紅 讓康熙的收視率是倍增 對 四年來最高 很厲害 但是你知道嗎 美國還有加拿大 他們兩所大學合作 研究說 幽默感在兩性當中的差別 比如說大家就認為 男生幽默是很好 但是男生在學女伴的時候 他們反而是不喜歡有幽默感的 對 如果怕女生比我們還要幽默的話 會覺得 太搞笑覺得怪怪的 因為兄弟感會跑出來 就會解掉 兄弟感 那問題是 憑什麼解釋怎麼做到的呢 憑什麼解釋 憑什麼解釋 你是以什麼來收服眾家男人的心 孝順 心靈上的家 孝順 跟理財 傷逼叫聲 天天接受 對啊 沒有啦 我覺得可能因為我個性比較像媽媽 不是嗎 你是人長得像媽媽 不是 阿姨 我確定一下而已 確定一下 對啊 因為他跟他們出去吃飯 我都會收桌子幹嘛 然後要飲料也都幫他們倒 我就把他們顧得很 體貼入圍就對了 對不對 對 媽祖 很重要 所以他們有坐在最上面一排 最上面一排是我們根據票數統計 就是大家覺得大學生裡面誰最快 偶像包袱隊 但最高票的人是希希 然後她說 我今天要在家裡拖地 沒辦法那麼早來 對 來塞嗎 包袱已經重成這樣了 可以這樣 相當可疑 拒絕錄影你看看 好 大家來寫 我們現場寫 你覺得大學生裡面哪些是厚臉皮 哪些是有偶像包袱 小美自己有偶像包袱 但是你寫可樂 我覺得她超偶像包袱 屁 你才嚴重吧 她還好 小美還好 可樂最嚴重 小胖 說句公道話 像小美就是她私底下 跟我們男生都玩得很開 可是像可樂我相包 就是例如說我們有一次 我們大約出去玩 然後我們就說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抓頭髮 然後不要戴帽子 然後我們就是 就不要 不要整理這樣 她說 我絕對不會整理 然後結果我們遇到有地方出現之後 我就發現她戴了 她就戴了一個帽子 我說 呂圓鋒你幹嘛戴帽子 她說 沒有啦 我頭髮有點重 她就戴了帽子這樣進去玩 然後有時候就是 而且她 她有一點就是 很讓我覺得偶像寶寶就是 她只要面對是異性的朋友 她開始就會把她那一套就是 對 微風之士加拿出來一直跟女生講 微風之士加 她會一直跟女生講一些世界大道理 然後講說 你真的不能這個樣子 你真的不能這個樣子 我跟男生 我是不是跟你也 我跟男生也會這樣講啦 我覺得他們這個是 有那種先入為主的觀念 跟大家一樣 我覺得今天真的要參加 但有另外一位秘密這人在母視 對 其實非常的簡單 就可以看出可樂的偶像包袱 比如說我們大家一起 跟一些新朋友拍照 拍完照大家再看一看 就好好算了算 就可樂看一看說 對啊 再拍一張嗎 好不好 就她會說 我拍一張 然後大家就為了她 又重複再拍一次 我覺得你們今天都要動 我覺得你們今天大家都 大家都想好在動 好 我們請唐薇來發表一下 她也投你啊 對啊 湯瑋也投我 你就是 自己以為已經知道我像包袱 沒有 她是好像沒有錯 對 她是好像 她是好像沒錯 她是好像包袱 對 好 那不然找不熟的 阿蕊你也投給可樂 對 今天我第一次看見可樂 然後不認都不行 結果我看見她 不跟我聊天 一直跟女生聊天 而且才維持她的這個 非常高貴的公子形象 但正常 因為很少人想跟她聊天 對 這個是 對 所以她的挑戰 不是我的問題 我很熱情地跟她打招呼 好 妳好 正妹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冰淇淇淋裡頭的偶像包袱是 賣雞 對 其實大家意想不到 其實我覺得偶像包袱很重的 根本就是賣雞 真的嗎 真的嗎 因為你們不要讓她其實在節目上 她其實只是為了節目形象 這樣很搞笑豁出去 可是其實出去外面的時候 比如說好 我們去一家餐廳點紅茶 可是送來給她的是綠茶 這時候是不是一般人都會很生氣 就會跟店員講說我要的是綠茶 可是她不會說 妳幫我講 妳幫我跟她講 所以我是紅茶 你是拉經紀人的人 她就是 就是想要讓人家形象 都這樣子很善良 然後就是很甜美這樣子 然後就外人形象 好人形象 其實我覺得賣雞是厚臉皮的 為什麼可樂 因為我覺得有一般正常應該很難 怎麼講 就是我覺得其實厚臉皮 是一個大膽的程度 她可以在節目上面 隨著音樂自由主動她的下體 賣雞 就講我好了 我覺得厚臉皮最後的其實是露露 對 露露 所以我覺得露露就是她常常在拍照的時候 然後拍完都會覺得說自己很漂亮 還是什麼的 然後甚至就是我覺得 一般人來講男生 如果假如說穿著風格像我的話沒關係 可是我覺得她不斷像我就算了 還一直在醜化我 然後我覺得 醜化你 露露也承認說有時候 確實是會模仿我的穿著 譬如說我戴粉紅色眼鏡 還就會戴綠色 就是會一直就是cover我 要搭配這樣 粉紅色戴綠色也不行 對不對 那今天納豆哥是不是選你戴黑色 我這樣選在粗框 那還好 我覺得那還好 沒有 我有競片 豆哥他本來是我的競片 他沒有競片 他很適合當藝人 你竟然說人話 真的 不然真的放超開的女生 到底在你面前做什麼 你會覺得 他竟然敢做這些事 有沒有 小胖 有 我有一個同學就是 他從我高中到大學 他那個肚子就是超厚 然後他就很愛露他的肚子 然後他每次露他的肚子 真的笑翻 女生 女生 他的身材可能大概是跟 瓢蟲差不多 你這樣講 就很有話 但是他的肚子是瓢蟲的十倍 看一下 最後有一個B告訴我說 今天的主題是要變魔術 但是R-Story沒有帶任何 任何Poker 所以我要怎麼變魔術呢 於是我不能慌 我不能慌 不能慌 這時候怎麼辦呢 你就是把你的Begini 露出來 這個時候我非常的緊張 所有的人看著我 我要別人什麼 因為是我該別人什麼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告訴大家說 我沒有任何的道具 但是可以請大家看著我 只剩了三秒 我可以把我的內褲變 無見 3 2 1 內褲 不見了 Oh my God 我知道大家現在非常的Nervous 也可能非常的緊張 好可憐 太好 超大膽 她很大 因為她那個時候 她就想說她要走那種什麼 少女時代的路線 她要走少女時代 對 可是她那個肚子就是沒辦法消下去 結果她後來開始 她發現到新鮮 每天都要一箱吧 對 她那時候收到48公斤 肚子還是一樣大 可是如果她卸了妝是一個 就是還滿清純可愛的 你們會想要這樣的女生當女朋友嗎 請男生安全差 可能 在那邊 可樂說打巴掌 可樂不會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會 以一個打巴掌心態就是說 因為我跟她滿熟 她這個 因為她不只從高中到現在 她一直到大學 有一次新生 迎新表演還什麼 我忘了 然後就要上來表演才藝 她也是不知道表演什麼 她就把肚子掀起來 大家就崩潰 好 今天其實我們節目的 請來幾位可以說是 本身在表演上非常放得開的 厚臉品女大神 要表演給我們看 所以幫我們上面幾位解除 她們的偶像包袱 首先第一位 是我們文化大學戲劇系的鴨鴨 她個性是硬底子 芭蕾Mix搞笑喔 我們一起來看她的表演 歡迎鴨鴨 很輕秀 好 鴨鴨 歡迎來到我們的小明老師 怎麼可能 真的會 很美啊 很美啊 倒垃圾 還有 Provincene 你的說法 好 很美 than 好 很好 一樣 樓梨鵨鵲 笑 還好 滿全 expressed Just beat it Just beat it 對 好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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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要幹嘛 要幹嘛 你 你 好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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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鼓掌了嗎 可以鼓掌 可以鼓掌了 好煩 鴨鴨 鴨鴨 好嗨喔 請問大家 你敢跟她做同樣的表演嗎 圈叉